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爸爸来讲的是张爸爸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哦 我是怎么成为说故事高手的呢 其实啊张爸爸年轻的时候哦 很喜欢讲故事给我的宝贝听哦 而且讲完还有机智问答呢 讲完故事哦 爸爸来看你一个题目好不好 好啊 好啊听哦 就是什么东西晚上不睡觉 都会转来转去是什么 嗯 想那么久没有专心听哦 啊我知道了 是电风扇 这这这这刚刚讲的是猫头鹰的故事啊 电风扇啊 过去你讲的一个道理 电风扇也是晚上不睡觉 都会转来转去 感情 所以看我们还是赶快去睡觉 年轻的张爸爸 就是太喜欢看小朋友听故事的专注和笑容了 所以讲着讲着 就变成说故事高手了 哎不过啊 今天故事的主角可不是张爸爸我哦 而是住在高雄的林燕梁 他的爸爸十几年来哦 由于燕梁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呢 我们赶快去找他们吧 谢谢你们 可以让他们顺利的跳过去 不要被障碍所顾 谢谢你们 对我的照顾 那虽然这八年来大家都过的 是挺辛苦的 那 我相信我们未来的道路 会走得更好 更稳 我会把我自己的事情 南瓜更多起来做 让你们要更多 去做你们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谢谢 早安 我怕你们都那么早起哦 对 每次他早起 五点多就起床了 五点多 第一次见到林燕梁 他才念小学四年级 因为患有脑性麻痹 四肢啊 无法灵活的运动 需要父母的协助 才能出门上学 四个月 那小孩子跟他好像 比较软 那个头 他那个头好像抬不起 头 我这样 坐就会这样 因为 那时候我们婆娘都够回诊 半个月回诊一次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有这种的后遗症 早餐的孩子已经后遗症 我不知道 还是等到七个月 我后来说 孩子都没有坐 坐的头上就会去 不然就要去找医生 医生看博 人家医生知道 还跟我们说 结果开始要做物件 打开 我没有埋怨过啊 埋怨过给另外一个人 就是 我们两个为什么那么打回啊 大家都会走路 我们为什么都不行呢 我没办法啊 你就是这样啊 你不要再跟我讲 上帝帮我们关了一扎门 也会替我们拍一扎床的 我们不能输啊 对 我最想做到的程度就是那样 怎样 能跑 跑跳 做什么运动都非常棒 就跟其他小朋友这样做 对 这种医疗用的战力架 就是一条附建之路 喝了省钱 厉良的爸爸 还自己发明了活动式战力架呢 这个是活动式的战力架 这个是活动式的战力架 然后这个是山面 你往后仰它才不会倒的 它没有办法倒的 它不会不会不会 往后也不会 往前也不会 那你觉得效果上有差吗 一样 而且那一种医疗用的战力架 它的空间又大 占空间 然后不容易旋转 带过来行场 带过来 不要 行行 这个 脚筋要扭成这样 这里再放一个木板 薄薄的木板 是 这样 从这样留情的 对 从这样留情 因为 膝盖只要拉 膝盖只要拉 膝盖只要拉时 对它们来讲 就很不简单 扔一下 好了 慢慢来慢慢来 就是爸爸要一步一步 不能一下 不能一下子太紧 这个时候就是专门是 看电视时间 对对对 你让他看电视 本来是要求30分钟 有时候电视太好看了 他还忘记 暂40分钟 而且如果说遇到 这里刚好 如果要搬东西 我们就可以这样 把它推开 或者是要去公园 逛步的时候 还可以这样 爸爸很用心 从燕良五岁开始 就天天帮他做脚底按摩 只为了让腹肩的效果 能够更好 我再问那个来看报纸 这里要剪掉 为什么 为什么要剪掉 对啊 你会这样很强吗 哇 不是脚底按摩很舒服吗 很重啊 那你等一下来试试看 爸你哦 回来了 这里是最胖的 这样 对这里是脑部都 脑部的精华都在这里 是 所以对他们这样子的孩子 是最重要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好麻的 嗯 我不知道脑性麻痹的孩子 可以用脚底按摩来帮 来帮忙或协助 我没有注意到 我一直都跑医院 这种孩子就跑医院 有问题就跑医院 他刚好是口识上的老师 哎你有这种孩子 你爱用脚底按摩给他协助啊 我再走一条啊 开始就走了 他真的是改变他太多了 因为这种孩子哦 你好 我们要用药物给他健康 那个是不可能的 药物是致病而已不能健康 那脚底按摩是非常安全 然后可以送给他健康 小猫子来了 小猫子 他的脚蹿真的爽快 是哦 啊啊啊啊 脚底按摩 常常让燕亮 通得大叫呢 但也因为爸爸的坚持 燕亮市致萎缩的情况 并不明显 而且啊 这样的坚持 其实在八年后 依然没有改变 女豪金 打擾,妳在這裡 八年前不是這一支 不是那一支 不是這有改良過 他比較尖 一般人沒有辦法用那麼尖 除了他已經按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健康狀況也比較好 所以這八年後這個是進化版的 對對對 你現在呢,你受的能力才會越強了 八年前不一樣 八年前不是哀哀叫你 八年前那還是小朋友嗎 現在這老人怎麼可以隨便亂叫你 是忍不住不是因為不會痛嗎 還是會痛啊 而且這種聲音 如果一叫你撞到電視上 哇,不太好聽 因為嚇到那個小朋友 不要被推廣了,你可能會愛喘 對嗎 因為我們地球是荷家觀賞的好節目 不能夠嚇到小朋友 這樣我會有最多 沒想到話才剛說完 葉良竟然馬上就破功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一下下午 太可憐了 我想要一流一點心一下 形容一下做完腳底按摩的那個 之前跟之後的差別 對 我剛回來我其實很累 對 那,我做完之後 就會比較舒服 而且氣會比較空 你好 爸爸不曾剪断的腳底按摩 除了輔助父母間的效果之外 更能夠讓葉良 養足精神 來面對讀書的時間 葉良的體力有限 沒有辦法長時間交談或讀書 這一天啊 距離大學學測就剩下89天了 最後的衝刺 葉良幾乎是卯足全力讀書呢 你看數學是用看的 不是用算的 我用看的的方式 跟一般人看的不一樣 因為老師他也很好 他給我的這個叫做解答本 他上面有他的作答的方式 然後他的每一步 只要是我能念的 我會仔細地把它想過 我算一題的時間 大概是人家的四到五倍吧 由於寫字速度慢 葉良上課來不及潮寫老師的筆記 但是啊 他自己總能找到很好的方法哦 有什麼時候上的 這是一下的時候上的 那一下學習末多用 這個時候上的 我需要呼吸到的時候 需要他再去把它拉出來 所以每個聲音檔都是 一堂課的時間 我可以 下班時間走 我都會大概記得我要聽後面 前中後後我可以自己跳 每一堂課的錄音檔 葉良回家後會按照科目及日期分類 不過這種方法 葉良還是不太滿意 上錄音檔 我最近想想想 他也是有他的缺失 因為你只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你沒有辦法看到他 上課寫的字 我就把他們的 那個筆記 借回來 這個是掃描器 然後我可以把它掃上去 然後掃上去之後 我可以 隨心所欲 因為我眼睛比較不好 我可以隨心所欲 控制到我 舒服的大小 前面都說 你比較認真 你還要比較認真 他要對你的戰鬥更好 其實在背後 我們覺得他已經很棒了 比一般正常人更棒了 因為他的身體 像這樣要對一般的學生人 我們進進出出同一個時間 真的很為難他 可以幫我寫嗎 我 葉良的行動 雖然不方便 但他不會放棄 每一次走路的機會 因為走路 就是他復健的方法 其中之一 但是他的行動 還是讓人擔心 所以爸爸 特別在四年前 從法國 訂做了一雙矯正鞋 腳鞋的四周 都是鐵條 所以非常的沉重 讓葉良走路 變得很穩 也讓他的矯正 變得事半功倍 加油 為了方便移動 葉良在學校都乘坐人椅 而當同學們 在上體育課的時候 葉良則是來到健身教室 二年級開始吧 因為老師想說要讓我 多動一點 特技表演 特技表演 要讓自負責 貴成年輕人模仿 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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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樣要跑多久 那我沒時間 最久要跑半個小時 然後 屁屁育個比較差 就 15分鐘到20分鐘 就是体内不要淤积太多燕窝 因为身体热起来它就会化掉 燕梁所说的燕窝其实就是痰 因为运动量少 所以痰会积在肺部 得靠运动让身体发热才能化掉 运动结束以后 爸爸扶着燕梁躺上推拿床 开始替燕梁做A部的推拿 这个比较小,我这个穿了 那怎么又学推拿 我觉得它需要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就产生了 这是你拿白鸡去换的 我弄这个东西都是用口书的 没有去拜书协议 没有 这个效果有比脚底按摩好吗 还是 我说台语 腿是筋肉的问题 让它的筋骨不要紧绷 让它的压力舒缓 脚底按摩是内科 你怎么知道这个 这个兴趣啊 因为燕梁会让你产生这个兴趣 为了燕梁 爸爸无视自通 学会了好多的技术呢 不过啊 这个看似舒服的推拿 却还是让燕梁惨叫连连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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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听到有人救妈妈 那一个是疼痛时的鱼肚子以下消应 好 好 好痛喔 爸爸干脆干脆 嘶 我跟人家不跟人家不一样 蛤 因为今天下午就会弄一遍 谢谢 好 我的脸色不一样 有有有有 成本来有宝润族 就燕梁要睡觉 喔燕梁在这边睡觉 所以你们每一班都有一个床 没有我们酒层班有 为什么 因为燕梁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趴着睡 然后她又不可能就是睡地上 所以他就一直這樣床 因為我們有時候下課會來這邊 就是在這邊休息啊 然後可能會弄髒 想說他睡覺的時候要把它弄乾淨 還多跟我講 小一點點小一點點 我們看他 補修時間是班上同學最忙碌的時候了 他們會幫電量裝水 整理書桌 或者是擦拭床鋪 男同學啊 甚至會協助彥良上廁所 先把它關起來 然後再鎖起來 好 好 好 上面 上面 還有嗎 還有 好 OK 好 可以啊 好 可以啊 所以你班上有幾個男生 沒有你去上廁所的過程嗎 好 好 好 很多吧 有五六六個跑步 天啊 那也全 就在全班男生年齡座了 對啊 五六個廁所的過程 我攔指了非常多人 有沒有 沒有 狼魚很多 有沒有 可以用 價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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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價值嗎 價值嗎 對 可以幫助他 男生協助上廁所的特別工作 起源於彥良的好朋友 林柏宇 而他也是彥良最最感激的同學 我第一次去上廁所 我去上廁所 其實我都會 打電話叫爸爸來 可是那一次 真的事出突然 然後我就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就先 請他帶我進去做好 讓我把東西先弄出來 然後我就跟他說 如果說你處理這東西 你會怕 你不用擔心 你就拿著我的手機 出去打給我的爸爸 等他來再幫我處理就可以了 他就跟我說 好便啦 真麻煩 然後打手機 來我直接處理完 你如果不機會 我直接處理完 我們就可以出去 我說連本人 看到那種東西 都會怕的 他幫別人處理 居然還可以處理得 那麼雲 淡風心咻咻咻 就處理完 真的是不容易 柏宇就像是彥良的小天使 只要彥良 有任何的緊急狀況 柏宇啊 總是第一個 伸出援手 還有沒有 夜良有需要 OK 好像沒有關係 就是夜良你先 你先去 那我起碼繼續 除了 HAPPY老點之外 還有沒有 同學有沒有想到 我下個禮拜 剛剛發的那個 用力母療的單字 那一個是什麼 來打個臉色 你看我的臉色 你看我的臉色 有沒有對他的前面 他剛剛上課是怎樣 突然怎樣 就很不舒服 所以平常都會有這種講話 平常都會有這種講話 對啊 平常是你有時候會自己查你的話 還是 踏入舉手 他剛好是假 就是可以帶他去一個大學 就是可以帶他去一個大學 好 好 你倆還好嗎 你倆還好嗎 還好 嚇到了 有有有 你背腳掉的事不好 雖然行動不方便 卻一點也不影響任良愛交朋友的個性 他在班上的好人緣 從一張張圍繞著燕良的團體照 就可以看出來了 高中三年即將畫下句點 同學們也有些話想對燕良說呢 大學一定要好好教一個漂亮的女朋友 不要緊張 然後但是不要比我的漂亮 當然我覺得你的腳應該要練中一點 要不然就是手練中一點 這樣退輪椅的時候會比較快 你叔叔也都很辛苦 希望他們也能夠照顧自己的身體 然後自己累壞 畢竟我們要在大學 要在一起的那個機會 真的很小 然後希望他可以遇到就是 像 像我們這些 神友一樣 能夠跟他一起玩 一起笑 然後一起照顧他的那種好朋友 爸爸常常告訴燕良 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他常常跟人家一起來討論跟思考 他可以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所以燕良有發現喔 很多偏鄉地區的孩子 雖然很單純 但是資源比都市的孩子要少了很多 尤其在外語能力上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他希望將來 能夠成為一個很棒的英文老師喔 來提升天鄉孩子的英文能力 咦 當大家有點好奇喔 燕良自己行動不方便 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啊 電腦的遠距教學 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所以啊 最後張爸爸 來祝福燕良 能夠考上很好的大學 成為一個很棒的英文老師 完成他的夢想喔 好 今天節目到這邊結束了 下次我們會帶來更精彩的故事喔 掰掰 要請你就會先到這上去 既然 會陣性 在這邊你就會先當多久 你見不想回答 他到這裡 沒想到 想來 要問錯 你 要問錯